启动加强对韩出口管制的日本政府 内外接连出现可能助长厌寒情绪的言行 日本共同社刊文指出 断言强征韩国未安抚问题 使谣言等问题十分突出 同时还看不到试图理解韩国受害者感受的迹象 历史修正主义色彩浓厚 以及默许仇恨言论的风潮蔓延令人担忧 共同社援引接近日本首相安倍钦三的政府人士的话报道说 韩国把历史问题牵扯到日本对韩出口管制问题上 这显得韩国本身已经脱离常轨 日本经济产业省有关加强对韩出口管制的民调显示 在收到的四万多个反规意见中 95%以上表示支持政府加强对韩出口管制 安倍认为这个民调结果的政治意义很大 此外日本否认韩国未安抚问题的言论大行其道 与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关系密切的大阪市长松景 本月5号在记者会上否认日军强制带走韩国未安抚的历史 称日军强征未安抚的言论完全是谣言 松景当时还称正在爱知县举行的国际艺术节企划展中 展出的和平少女像是谣言的象征 并批评活动的执行委员长爱知县知事大村秀章 目前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领导层对日韩交流态度消极 干事长二杰俊博7月底在最后时刻取消了与韩国韩日议员联盟 议员团的会面 该党相关人士称这是应安倍要求做出的安排 日本首相官邸人士透露 政府内部目前存在立场不能偏向韩国的要求 厌韩氛围将持续 对此日本在野党表示担忧 并呼吁称日韩只是反复强调各自主张的话 就无法前进 能执念本国错误的人才是真正的爱国者 已或许深更多的 厌韩 唯一 老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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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奈